记者图影如台北报道,外带甜点市场先起激战。 自Gake起斯塔,安普雷修起斯塔,以及Zakia Zaku相继来台之后, 台北新光三越战前店再度引进来自日本九州的人气品牌由不愿Milch, 将于9月21日开幕,贩售独创的半熟起斯蛋糕Milch是德文牛乳的意思, Milch的招牌半熟起斯蛋糕,使用100%由不愿产的牛奶制作, 年销量破百万颗,平均每30秒就卖出一个。 其最大的特点是,可以冷热两吃,品牌独有的制膜包装,可以入烤箱。 消费者将半熟起斯蛋糕带回家烤过后,仍然可以尝到犹如刚出炉时的风味, 是冷热都好吃的甜点,单颗售价60元,开幕期间买五送一。 Milch自2015年开始,已连续四年在素有食品届奥林匹克美誉的Mont Selection 世界品质评鉴大厂及Precious Osho中,获得世界金赏冠军, 也是许多部落客机推,网媒每拍的甜点,近期也在泰国爆红, 与泰国连开四家海外分店。 Milch在日本除了半熟起斯蛋糕之外, 也有不同的店型,贩售双麒麟,甜甜圈,布丁及生乳卷等甜点。 两年前,Milch曾受到新光三月邀约来台社会, 如今终于登台,首家就开在新光三月站前店一楼甜点外带区, 主打品牌强项半熟起斯蛋糕。 品牌表示,未来不排除引进其他商品,于同一店内贩售, 限于年底将推出抹茶口味的半熟起斯蛋糕。 Milch半熟起斯蛋糕,为保留日本当地风味, 使用百分之百由不愿生产的牛奶空运来台, 饼皮和馅料皆在台湾于贩售当日制作。 记者图影如设,Milch全台首店进驻新光三月台北站前店一楼, 将于明日开幕,开幕期间买物送一。 记者图影如设,9月21日与9月22日与Facebook拍照打卡, 送蛋头徽章钥匙圈一个, 于RG拍照打卡送蛋头红茶360cc一杯, 接线量40名,每账号换一项。 记者图影如设,